假如我们给十个天选之人 每人一件神器 他们会创造什么样的国家 又会发生什么战争呢 今天我们就再来搞一期 世界盒子吃鸡大赛 不同的是 我加入了一个神器木的 里面有十件神器 本期视频我们就测试一下 这十个神器 哪一个才是最强的 可以说是英雄吃鸡了 兄弟们看到没有 这座大陆刚刚好分布着十个小岛 咱们在每个小岛上放上一个人 然后给每个人配备上一件传说级武器 再装备一身神器护甲 武器呢就是这十把武器 分别是世界术的树枝 法老权杖 草制剑 幽冥刀 死神镰刀 神的左手 屠龙剑 帝王剑 雷霆之力 火龙头 护甲就是这两套护甲中的一套 级别是一样的 一个是屠龙者套装 一个是狂战士套装 给他们十个挨个装备上 重新命名 然后再去制定一下世界法则 把叛乱关掉 人口上线和全民皆兵打开 把饥饿和老年关掉 再把自然灾害一关 这样他们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一决胜负了 好了 那么本次神器大比拼正式开始 打开时间流动 让他们自己建国发育 咱们先不施加外界影响 让他们发育个一百年 然后咱们在两国之间 架起沟通的桥梁 让他们开始征战 但是这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 有的岛上国家的国王 不是咱们最初命名的那十个人 这就尴尬了 不过问题不大 咱们给了他们这么强力的装备 他们即使不是国王 也应该不是默默无名的人 咱们就接着看他们争斗就好了 看到没 转眼之间就有四个国家被灭了 随之消失的就是四件神器 现在最强的是罗朝 信奉的理念是奸爱非公 这个我听过 这不就是墨家的吗 使用的神器是雷霆之力 非常的高猛 接着下边的西岳圣王朝开始崛起了 直接占据了四个岛屿 看了他们的理念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这个我也知道 这是道家 这个国家有点东西 咱们再等五十年再看 现在只剩下五个国家了 不 现在是四个了 其中西岳圣王朝最强 陆朝次之 然后罗朝和巨帝国实力相当 在电体状态 但是打的也是最激烈的 巨帝国国王 直接带了雷霆之力去边境砍人 罗朝手持神器的选手 也是不甘示弱 直接掏出了火龙头 对着巨帝国竟然一顿猛喷 这龙燕直接跨越了 两座大陆的距离 对地人造成了猛烈的打击 我感觉这个武器 可能不是最强的 但是绝对是最适合战场的 接着巨帝国 趁着陆朝和西岳圣王朝 作战的时候 直接釜底抽薪 占据了陆朝后方的两座岛屿 果然和他们的神器一样 动如雷霆啊 现在场上只有手持火龙头的 罗朝最惨了 只有一个岛屿的领地 咱们再往下看 到了200年的时候 西岳圣王朝发展到了巅峰 再一次迈出了扩张的步伐 直接两线作战 巨帝国和陆朝首当其冲 巨帝国被迫放弃了这座岛屿 但是后方第二座 又遭到了罗朝的入侵 又失去了一块领地 实力被压缩到了最小 罗朝虽然占了一笔便宜 但是现在轮到他 直面西岳圣王朝的压力了 这又是啥 这 这太离谱了 我们开局的第十号选手 现在手持火龙头 一个人挡在关卡 扛住了一个王朝的进攻 这就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马 太猛了 但是我们的十号选手 也不好受啊 变成了残疾人 失去了一只眼睛 咱们再看看局势 哎 陆朝已经被灭了 现在场上只剩下三个王国了 实力差距堪称悬术啊 我甚至都可以提前宣布 比赛结束了 很快啊 西岳圣王朝开始攻打 最后的三座岛屿 距帝国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直接避灭 现在最后顽强抵抗的 就是罗朝了 末家的奸案非公 与道家的天地不仁 即将展开最后的碰撞 首先西岳圣王朝发起进攻 罗朝的十二选手手持神器 一个人守住了一座关卡 太无敌了 对面西岳圣王朝的国王 就在边境 但是也是没有用啊 就是打不进去 只能屠乎奈何 不过一个人再强 也是双拳难敌四手啊 罗朝下面的关卡 被敌人攻破了 诶 还在上面拿着雷霆之力 来针对火龙头 十号选手直接尸骨无存了 敌国的士兵抢到了这件神器 被拿来对付罗朝 难受了呀 罗朝也是难逃厄运啊 最后只剩下海上的一艘船 宣告了十号英雄曾经的 浴血事迹 虽然罗朝被灭了 但是十号这个手持神器 捍卫国土的英雄事迹 必将成为新的传奇 最后雷霆之力胜出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兄弟们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